这个里面的部分要两条线 这边也要两条线 所以有些部分看不到的话 那我们就用什么 用那个2D线架构好了 OK 那线就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条线 这个弧有没有 这里我们用圆角 然后呢 第一个先选一个 选这里 先选这个一下 OK 这一条线 然后它的半径为3 Enter Enter之后的话 接下来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慢慢选也可以 变成你要这样慢慢点 不过特别注意 它实际上 如果在刚刚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回路 回路指的就是 像一个矩形 就是一个回路 绕一圈 可是呢 这个地方是绕一圈 没有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链 所以如果说 它不是绕一圈回来的话 就是一个链 那我们就可以用链的方式 所以在这里 请你输入CEnter CEnter CEnter之后的话呢 再点这边 它是一个链的 点这条线一下 它会去自动侦测 有没有看到 自动帮你绕一圈了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 这条线移过来 点一下 它也会帮你绕一圈 那最后的话 你按一个空白键 有没有 这边 这边跟这边 就帮你绕两个 有没有 这个圆角都做出来了 那再来还有哪里呢 还有这边有四条线 只要是角的内侧 不是外侧 都要做那个圆角 那一样再做一个圆角 然后呢 选第一个物件 我就选这个好了 点一下 OK 然后呢 CEnter 半径3 接下来的话呢 选边缘 所以选的话 你就选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哪一个呢 还有这一个 里面的部分 里面 这个比较容易选错 特别是这个 这个点一下 然后这个点一下 总共就是角的内侧 好了之后呢 选好四个 四条线之后的话 按个空白线 OK 那你可以看到 里面的内侧 也有凹进去的效果出来 那最后呢 你就再切换 换到概念形式 看一下 那这样 再把它按 Shift键 Shift键按住 再按中键 绕一下看看 有没有 哦 有没有 都有了 那就表示 OK 没问题 底部有没有 底部的话 你把它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里面也有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表示 做出来就成功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